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全國的大家好 我是顧民玉 歡迎收看今天早上呼籲 那我們先看今天台北大盤的表現 今天台北大盤依然早盤開高走高 那後續依然是引動這個賣壓 那結果是油紅斑黑 那今天這個指數開高走低 所以今天這個最低點 壓回個90點 那指數已經來到這10384點 那今天量 事情已經在帶量的一個沙盤 那今天這個收盤當然的話 這個下方的這條年線的一個支撐 年線支撐也在今天 去做到他們同步的一個跌破 同步的跌破 那畢竟我想也在最近這個波段 包括就是說在昨天延續到今天 我們不妨問一下各位 因為這個最接近 各位的記憶猶新 那我們就不妨問一下各位就是說 包括像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或者說你的老師 在昨天你是做多還是做空 那甚至就是說你是多了哪一些個股 空了哪一些個股 我想針對這兩個問題 畢竟我想針對這兩個問題 畢竟從連續昨天到今天 台股大盤昨天拉回83點 今天又拉回個94點 那相對就是說 這連續這兩天 我想我們在盤從這個Lite 除了針對盤勢的一個規劃 我們很清楚告訴各位 目前已經轉空 那轉空當然的話 針對你要去空的哪一些個股 我想我們全面性 第一時間就在我們這個Lite 給各位直接針對這些標的 也做了一個第一時間的一個分享 那當然的話我想各位 如果說在這個盤勢 激烈變化的一個狀況之下 如果說各位 你站在對的一個方向 跟站在錯的一個方向 一來一往會越差越大 越差越大 因為畢竟我想說 連續這兩天這樣子壓回 兩天已經整整跌了 快接近180點之多 那相對就是說 比在就是說最近這個波段 包括就是說這個指數 我想我們在當時 從這個4月19號當時開始 4月19號當時 指數都還在1萬1千點之上 那等於是說 在這個我想在上上個禮拜之前 在5月3號之前 這個盤 依然都還在做個創高 那這個創高當然在那個階段點 我想各位 你是一路做多的投資朋友 我想當然你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畢竟 你是買了一些個股的一些問題 那尤其歷經 包括在上禮拜 延續到這個禮拜 上個禮拜的台北大盤 就是說受到這個中美貿易大戰的 一個干擾因素 上個禮拜是大跌380幾點 延續到這個禮拜 又是實現又跌了300多點 那相對我想就是說 從上個禮拜延續到這個禮拜 這個盤次 已經產生這個激烈的一個變化 那這個激烈變化 如果說各位 你有了這麼一套工具的一個協助 我想各位 我們每天都跟各位做強調 根據訊號來執行 紀律性的一個價差操作 那畢竟我們的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買點需要產生我們就做買 賣點產生我們就做賣 那我們就說針對每一個個股的循環 一買一賣一買一賣 一空一補的一個過程當中 來實現這個叫 短波段的一個價差操作 把這個每一趟這個價差 把它做這樣擷取 那畢竟就是說從上個禮拜 我想我們在說 就是說從4月19號當時 指數還在1萬1千點以上 那當時我想我們陸陸續續 針對包括就是說我們在當時 針對這個3338這個泰塑 它產生第二趟的一個賣出訊號 那個當下 那等於說我們陸陸續續 從4月19號以來 有針對一些產生賣訊 以往已經漲很多了 不管是說光學鏡頭 我們每天跟各位分享 3406這個浴金光 散熱模組 除了本身這個泰塑以外 那泰塑我想在當時 4月19號之前 4月份兩趟的一個操作 全面性操作就很簡單 根據訊號來執行 紀律性的一個價差操作 兩趟先把這個66%的一個 累積的一個獲利價差 獲利房口袋 當然的話 它產生這個賣訊的那個當下 我們陸陸續續針對 剛剛講的這個光學鏡頭 散熱模組 甚至包括像這個PCB 印刷電路板的一些個股 陸陸續續產生賣訊 等於說 我們也希望各位 在當時 就是說從4月19號 到上個禮拜 上禮拜拜 拜三 也針對這個操作策略的一個重點 我們就提示給各位 唯一一個策略叫什麼 先賣後買 先賣拉回 有產生買點再買 那當然的話我想這一路以來 我想這三個族群 以往漲很多 因為畢竟股票市場 股票都是在走一個循環 沒有那個天天漲 沒有那個天天跌 比如說之前已經累積一大段漲幅的 那個當下 我想這個修正的弧度 速度又胸又猛 那想當然的就是說 當時 我們分享各位這三個族群的一些相關個股 你說說我們在當時希望各位 先賣無論如何要先賣 那先賣的一個實際上結果我想成功的 都能夠去帶給各位 趨吉避凶 避開一段很快速拉回 修正的一個風險 那尤其我們就說從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禮拜三 台股大盤跌破月線 跌破月線 那我們從上個禮拜三以來 不管是說我想各位 你再說今天之前你有加入我們這個LINE 還有行列的話 你都不反而可以逐日 去針對我們在盤中相關分享的一些 不管是說盤式的規劃 或者說這個股的鎖定 我們包括從上個禮拜三 禮拜四禮拜五 延續到這個禮拜 禮拜一 還有這個禮拜四昨天 跟今天禮拜五 全面性 我們都針對這些 產生這個短多賣出訊號的這種 快達短空個股 在我們這個LINE 給大家做到一趟直接的一個分享 當然盤式創低拉回 你站在一個叫對的一個方向 尤其歐老師 我們每一天都跟各做強調 絕大多數的投資朋友們 只會買而不會賣 那只習慣做多而不會去做卷空 那畢竟我們從上個禮拜三以來 帶各位短空的一個因應 我想最記憶猶新 就今天來講就是說 到底為了說我們在今天盤中 給各位分享什麼東西 那這些個股的實際上表現狀況又是如何 我們不妨來看一下 包括就是說 以今天為了說我們在今天早上9點41分 一樣跟各位分享 到底多還是空 空的個股 我想這個 我們在早上低通的一個 在LINE的這個訊息 就分享各位 一樣透過這個工具 挑出來 產生賣訊 相關的一些快打短空的一些個股 那這些瓜皮我想你今天 按表操客 紀律性去做一個執行動作的投資朋友們 限空全面性限大賺 包括好像6213這個聯帽 他短多賣訊在做105塊半 那今天的聯帽很慘 今天是打落跌停 打落跌停 那這是之所以 為了說我們在節目一開始就問各位 你這一兩天你是站在買多 還是做卷空 那這個是之所以就是說 你站對方向站錯方向 我講這個一來一往差很多 你如果說你今天是買 買聯帽的投資朋友們 你今天K了一根跌停 你去做一段反向 這個避險操作的投資朋友們 賣訊一產生 我們之前賣空的一個動作 今天你是大賺一根 扎扎實實的一根跌停板 那你做多賠一根停板 去做空你賺一根停板 我想這一來一往 單單聯帽這兩標的 一天差多少 一天差了20%之多 你的財富差了20%之多 那相對我想我們一樣 透過這個工具 精挑細選 我們每天跟各位做強調 工具在開盤之後 高點開完之後 會針對一些相關 走多走空的一些相關個股 精挑細選 檔數都不多 一檔到三檔以內 畢竟我們在今天盤中 第一時間分享給各位這三檔 這個短空的一些個股 連貌跌停 第二檔3037的新興 一樣賣出信號在35塊半 今天一樣 重挫8.9% 這三檔股票 嚇背8.9%跌了塊錢9% 就算跌最輕了 跌最輕了 跌最輕了 戶了8.9% 今天也是收盤出來 今天這個最低點 來到這個31塊6 新興 重挫8.9% 現空現大賺 我想這個各位全面性 不管各位 你今天什麼時間點 就空到這種地方 全部都是獲利 收盤到今天最低點 3017 齊鴻 趕快 賣訊在40塊8 今天收盤 一樣收到今天這個最低點 大跌一個9.3% 也逼近到跌停板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再說 針對包括從昨天延續到今天 我們帶給各位的趨勢方向 像我想這個我們在盤中Light 8 你都看得很清楚 尤其說 你要空的相關個股 我想這個工具都可以第一時間 清清楚楚 快速來協助各位在做上精確的一個選股 那當然我想標股有分兩種 一個叫往上標 一個是往下標 那既然各位你說說 你是採比較反向操作的投資朋友們 我想一空這三檔標的 全面性連貌跌停 這個3037新興大跌8.9% 七紅大跌9.9.3% 你全面性 不管空到哪一檔個股的投資朋友們 你是今天是全面性 現空現大賺 現空現大賺 這針對我們在今天盤中 9點31分分享給各位 這個盤中你可以來做到 加上列入各位 眷空標的的一些個股分享 一個實際上表現狀況 全面性收到今天這個最低點 大跌不是跌停 9%多8%多 快決定9%的一段一個拉回 那另外我們就是說 包括從這一路以來 我想再從 從上個禮拜 對丁內百拜三還需 我想我們陸陸續續的 針對這個賣訊產生的一些相關個股 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 延續到這個禮拜禮拜一 禮拜跟昨天跟今天 全面性我們分享給各位 都是一些短空的一些標的 那大家包括像這個禮拜禮拜一 像這個6290的梁尾 梁尾今天的收盤幾乎 打到快接近 接近到跌停板 從他當時賣訊在52塊9 那尤其我老師 我們在前天跟各位分享 前天他做個反彈 這個反彈的話 無論如何請各位 探歡躲 你要去做到賣的一個動作 這個我們連續 從上個禮拜三講到今天為止 趁反彈 無論如何希望各位 把你的持股部位 降低你的持股 收回現金 擴大你的現金部位 來因應這個盤勢的變化 那我們是採比較短空的一個因應的策略 所以說你無論如何 套了一些個股 你要去執行 這叫賣 趁反彈要賣 趁反彈要賣 把持股部位 壓低你的持股部位 收回現金來擴大你的現金部位 我想這樣 你才能夠去因應這個後續盤勢的變化 該多就多 該空 你在做卷空的一個動作 這是禮拜一分享的 那包括像昨天 昨天為了說我們一樣跟各位分享 盤中不管是說 像這個641 61514的這個瑞特KY 我想這檔高票一樣 我們在昨天盤中 9點33分分享給各位 賣出訊號在71塊錢 空點在71塊錢整 那我想以瑞特昨天 昨天打落跌停 打落跌停 到今天 其實已經撞錯 今天又壓回 快接近7% 等於是說 短短兩天的一個時間 這價差都已經來到十幾%的一個價差 我想這個全面性 之所以我們還是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為什麼要去站在一個叫對的一個方向 對的一個趨勢 那當然的話 你要去做執行這個反向這個操作 的投資朋友 標的我們也全面性透過這個工具 都協助到各位去做這樣精確的一個鎖定 瑞特是瑞特是如此 那你要包括像這個3491的 像桑達科 趕快 首先大跌8% 今天一樣 盤中實際用週間創低 創低大概2%多 那這樣子實際上結果等於說 你短短也不過兩天 拉開的這個價差都已經差不多 要接近一場的一個價差 那所以我想不管多不管少 我想各位你知道站在對的一個方向 差別只是在什麼 賺的多跟賺的少的一個差別而已 那畢竟我想我們在今天這個盤中 我們尤其就特別有針對 就是說我想各位你都應該都知道就是說 人腦跟這個電腦到底有什麼差別 那畢竟就是說 以電腦我們這套這個智慧型操盤工具來講 我想電腦它是不會帶有任何情緒 那尤其就是說它的速度 它一定是比人家還人家快 那等於說我想相關透過這個工具 它自動幫各位去算這個 它的賣點在哪邊賣點在哪邊 尤其是說不管是選股的部分 全部上市上位公司那麼多個股 一千五六百檔 那各位他如果來協助各位去做 叫做快速精確的一個選股 選股票不管多不管空的標的 甚至就是說第一時間 透過它快速的一個運算 等於說買點訊號賣出訊號 第一時間的一個告知 我想這個在盤沒有很大變化之前 我想這個都沒有差 我想這個你一樣天天買天天買 買的很高興那問題 我想各位你的老師一樣 不管說他昨天買今天大跌 大跌跌越買越多 每天買每天買 那我想這樣子實際上結果 我想對各位 財富一定是有嚴重的一個傷害 那畢竟這個工具這個電腦 它一樣沒有任何的一個情緒化 不帶人性 那等於說人性就是說 這之所以我們從上禮拜三以來 每天給各位說 趁反彈你要賣你要賣 那問題很多投資朋友 只要一套牢一套牢 只要人性來講 就很難去克服 去執行這個出廠的一個動作 那畢竟我想這個工具 它不帶任何情緒 電腦它不會帶任何情緒 那尤其就是說 它的第一時間產生的這個 告訴各位的買點 告訴各位的賣點 我說各位 你是紀律性的一個執行 這個價差操作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不帶感情的一個實際上狀況的一個結果 都能夠很輕鬆去協助到各位 趨吉避凶 那包括我想這一路 從我們在當時4月9號以來 針對光學鏡頭散熱模組 我們每天跟各位做分享 賣訊產生 我們的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賣出訊號產生 你要做什麼動作 當然你要去執行賣的一個動作 那包括像光學鏡頭3406玉晶光 賣點在多少 477塊半 477塊半 這個價位 方向都是清清楚楚 操作就是很簡單 賣訊一產生 你要執行什麼動作 當然走哪裡背 你要去做避開做賣的一個動作 那我想你針對這兩個個股 玉晶光從賣點產生 短短7天 拉回98塊錢 一張差9萬倍 那如果說各位 我們在之前也做過一段 一段搶了一段反彈 那畢竟等於說 後續又持續顯示產生賣訊 又做個創低 如果說各位你是一路死報活報 套牢你就不管他 套牢你就不管他的投資朋友們 我想玉晶光 到這個禮拜 已經拉回到多少 333塊半 等於說從賣訊到今 這個禮拜的一個低點來講 一差差了多少 144塊錢 一張差多少 差了144萬4千塊錢 這是很恐怖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畢竟工具電腦 他不帶任何情緒 賣點產生 我想他第一時間會告訴各位 那當然的話 你希望 我們也希望各位 一樣操作就這麼簡單 訊號你就無論如何 執行 訊號告訴各位的一個動作 是按表操課 光寫信投資如此 我想這上任模組 歷勢更恐怖 賣訊在多少 60塊7 一路上拉回 短短 就是說差不多經過三個禮拜的時間 股價腰斬 剛才剩一半 上個禮拜禮拜五的歷志 股價已經跌破30塊錢 當時賣訊在多少 我想我們在當時都有分享給各位 60塊7 60塊7 到上個禮拜已經跌破30塊錢以下 那變成說 那股價 你沒有去透過這個機器 叫做工具的一個 他沒有帶任何情緒 沒有帶任何感情 人性的動作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趨吉避凶 一避開 腰斬50% 一避開成功去做這樣避開 趨吉避凶 那另外我想我們在近期 從上個禮拜三以來 不管我們在每一天 逐日我們都有跟各位分享一些 已經產生賣訊的一些個股 像2332的像有訊 這樣亂 二差了20幾% 勝利17.1% 禮拜四分享像義龍店 宣德甚至包括像聯發科 一修正都是十幾%的一個價差 我想這個都是錢 全面性都是錢 畢竟各位 你要按表操課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該空的你能夠去賺到 我想這個你的操作就是很簡單 根據訊號來執行 紀律性的價差操作 當天產生這個快打短空這個標的 該空就是空 因為大多數人不習慣做空那段的話 工具它不帶感情 它依然很明確告訴各位 方向在哪邊 價格在哪邊 工具都可以很清楚來告訴各位 禮拜五 禮拜五 橘子 賣點在這邊 一樣 兩星 二十幾% 莊豬一樣 十幾% 那這個禮拜禮拜一 包 這 這個禮拜禮拜一 台半跟這個 兩尾 台半這 短短兩天都已經差了十幾% 兩尾 到今天 今天又快打到跌領板 一叉叉了多少 快接近兩成 17.7% 那另外我想 近期 我們在上個禮拜 踩了一個動作 就是說 先賣 就是說 等於是說 到底我們在從上個禮拜一 禮拜二陸陸續續 針對上上個禮拜 有踩成買點 像義軍官 我們在當時做一趟 當時先賣 再買 那再買這一趟 我想 我們在禮拜一去賣掉 拉高之後去做賣掉 425塊獲利 那你不賣 又差了多少 又做一個拉回 一拉回 又差了九十幾塊錢 又差九十幾塊 可以買 你也要可以買 這是我們在近期 不斷每天叮嚀 各位 碳翻大一定要酸 一定要酸 把持股部位做個降低 來收回你的現金 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這個短空陰硬的一個 策略的一個調整 另外包括一瓦店 我想這個賣的對不多 我想這個全面性 各位你都是個了然一心 你不賣到現階段 都是嚴重的一個套勞 嚴重的一個套勞 所以我想在近期 我們不斷每天跟各位說強調 操作就是很簡單 獲利有沒有很輕鬆 我想不管多不管空 之前像泰塑 第一趟一買一賣 當天我們都有分享給各位 買定買定 第二趟買點賣點 操作就這麼簡單 剛好這一天第二趟賣點 實在是4月19號 那當然的話 泰塑這一組是散熱模組 歷次相關散熱模組的個股 陸陸續續產生賣訊 會買你無論如何也要會賣 那畢竟工具第一時間都可以很清楚 告訴各位 買點賣點你該執行買 該執行賣 我想這個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全面性就是根據訊號的提示 那畢竟我想近期這一段期間以來 我們採比較短空陰陰 那畢竟包括像今天盤中分享給各位 這三檔標題我想各位 不管各位空到哪一檔 今天全面性是現空現搭轉 連貌跌停 新興大跌8.9% 這個301其實像齊鴻 大跌9.3% 都是說今天這個最低點 全面性現空現搭轉 所以說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根據訊號來執行 激烈性的架材操作 那這個訊號如何做產生 我講這個全面性 我們是透過這工具的提示 但是這個工具就是說 你就是說不帶敢行的工具 實際上第一時間告訴各位 這個買賣點這個訊號 那這個訊號我想 這樣子的實際上結果 都能夠去提供給各位 該避開的你避開 該賺到的你賺到 那畢竟我們在今天實際性 我提供給各位這個強效達成班 你只要加入 為了說我們這個會員的行列 你馬上附贈這一套 這個智慧型操盤軟體 那這個操盤軟體我想 希望各位給自己一個機會 當然你如果說近期有一些套牢 一些持股的投資朋友們 這樣這個工具先來幫各位解決 你手中套牢的一個問題 後續再根據這個紀律性的一個操作 因為電腦他不會帶任何感情 沒有任何情緒 第一時間告知各位的相關訊息 不管買不管賣 我想不管空 你比如說按表操課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我想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獲利也會變得非常非常輕鬆 那變成說今天這個 針對強效達成班相關活動訊息 各位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獲得我們這個來電 直接做個登記的一個洽訊 先幫助各位解決你的問題 後續再帶各位來坦敗為勝 好的今天節目告段落 希望大家收看 祝各位假期 希望大家愉快 我們下集再見 本公司以望之奇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要現得最快的 今年 感谢观看